其實我們一般養寵物 大概就是貓貓狗狗 要不然頂多養個兔隻 養個烏龜 或者是養隻老鼠 但是我們刺身養的不養 我們養的是鱷魚 養了這隻是我家裡 目前體型最小的一隻 這隻是最小的了 最小的 妳當初怎麼會有這個創意 要養鱷魚 啊 名牌對 是因為妳也喜歡吃刺身嗎 沒有 因為主要以前就是 基本上什麼動物我都喜歡 然後遇到在水樹館 看到鱷魚就很想養 OK 那時候還國小就沒有能力 所以後來我爸就說 你長大之後你再養 所以我長大之後 沒有問太多 我就直接買了 那妳爸後來有後悔講這句話嗎 不會啊 看到我買鱷魚他很開心啊 可是聽說妳不只養鱷魚 妳還有養一隻飯天雞 還有雞啊 還有蛇啊 蜥蜴啊 烏龜啊 還有狗也有 對 然後還有土撥鼠 養的比較多一點點 那我冒昧問一下 像養一隻鱷魚一個月要花多少錢 其實鱷魚的花費 不會像 養一隻鱷魚跟養一隻狗 其實狗的花費會比較高 真的嗎 鱷魚看起來食量不小 其實鱷魚的食量其實還好 可是其實妳的興趣是殺人氣死 就殺掉之後就丟到鱷魚 不要講出來 不是啊 那因為鱷魚它主要是吃生肉 因為生肉你可以買魚 無鍋魚其實很便宜 那如果說像狗的話 它要吃狗飼料 然後還要吃罐頭 還要吃保健食品 然後還要美容 它其實花費會比一隻鱷魚還來得高很多 可是吃生肉它的食量應該很大啊 其實鱷魚 這種鱷魚的胃不大啊 真的 對 它其實吃一週只要餵一到兩餐而已 OK 那我們說養鱷魚最大的花費 花費在哪裡 或者最可怕的花費花費在哪裡 主要是在空間跟設備的維護 像我今天走下樓桌子又被撞壞了 被鱷魚撞壞了 對 因為我的生活空間是跟鱷魚一起的 所以你家就像侏羅紀公園一樣 對 你就是坐在沙發上看電視 可能會有鱷魚爬上來路過這樣子 對 那你平常怎麼跟它互動 平常啊 它知道自己的名字嗎 我家七隻鱷魚都認得自己的名字 OK 對 那當然它們的個性比較像貓 結果基本上它沒什麼事 它是不會來找你的 那它有什麼事會來找你 肚子餓會來找你 那你怎麼知道它肚子餓 就是咬著你的腳 沒有 它會嘴巴開開的 要你丟肉過去給它吃 OK 那你通常餵它吃什麼肉 雞肉跟魚肉比較多 雞肉跟魚肉比較多 那不好意思 我想問一下就是 那平常你會帶出去溜嗎 就像因為我住在高雄 我住在那個高雄美術館那邊 那我們六日有時候我們去溜小孩 然後也會去溜貓溜狗 那你有想過你就出去溜一隻鱷魚嗎 因為鱷魚它不會像狗這樣跟著人家走 所以大部分時間還是要這樣抱著 或是要用推車載 所以其實很累 可是台灣有一陣子很流行養爬蟲類 現在還是很流行 那爬蟲類 養爬蟲類 據說其實蠻花錢的 而且要打造給爬蟲類適應的環境 是很困難的 對 所以環境的話 就是會花費比較高 而且像冬天通常都會要開加溫 因為爬蟲類是變溫動物 它沒有自己的體溫 所以環境的溫度對它來說很重要 或是維持身體的機能運作 所以像冬天我們就開暖氣 加溫電 加溫燈 就整間屋子暖呼呼的 然後電費就很可怕 可是我聽你說鱷魚很膽小 對 我感覺不出來 它現在其實很緊張 所以我抱著它 它才不會想要逃 如果放在地上 它一定是找角落躲 這個品種本來就會比較緊張一些些 好 那我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其實以前貓也好 狗也好 牛也好 馬也好 甚至是植物也好 它都有一個驗化的過程 其實我們現在很多我們吃的植物 其實以前它是不能吃的 但它經過驗化之後它可以吃 鱷魚你有特別去訓練它 驗化它嗎 當然是有 因為我是跟 就是我們需要長時間的相處 所以基本上 他們聽得懂簡單的指令 例如說過來或吃飯 對 然後他們也知道說 什麼時間點我在哪裡代表是什麼意思 OK 例如說我早上的時候 我在後院代表的是 今天有出太陽 然後他們就會想要出來 一起去曬太陽 對 那如果說我站在琉璃台比較久 他們就懷疑說我是不是在弄肉 他們就會圍過來看 OK 對 就它其實還是會觀察我們人類的行為 那你有研究過鱷魚的智商多高嗎 可能會 因為如果這樣子也算有靈性 對 它生物都一定會有靈性 但是只是鱷魚的表現方式 不會像貓狗的 這麼明顯 就是我們人類這麼熟悉 好 對 所以你說要去吃到鱷魚之上 我只知道它不笨 OK 對 那我最後這麼問 就是 你會不會因為養了鱷魚 所以決定就不生小孩 我在還沒養鱷魚之前 就決定不生小孩了 為什麼 怕小孩被鱷魚吃掉 沒有 因為應該是說 媽咪最近沒有錢買肉 不然你就先吃這個 沒有 因為養小孩 我就會想說 如果我生了一個小孩 像我媽生到我這樣子 然後叛逆 養一些奇怪的東西 我媽應該是很想殺了我 那我如果生了這種小孩 我應該也會很想把他殺掉 那避免這種問題 那我不如就養養寵物就好了 那我們來問一下 這個現場算 他養的寵物算可愛的 養的是狐猛 來 小偶 我說你那時候 為什麼會養狐猛 因為我印象中 狐猛很少人養 而且算很稀有 但其實在台灣 已經開始越來越多人 在養狐猛 對 那我們本來想要在 就是有參考網路上 各個網友的飼養方式 我們最後是選擇說 就是用一個圍欄 在家裡的環境 弄一個空間給他 但發覺他的手真的太細了 他很容易開鎖 他會去開鎖 對 然後回到家裡 發覺整個家裡環境 整個被他破壞的亂七八糟 之後我們是選擇說 用一個大籠子 大概一百多公分寬的大籠子 大籠子 你把他養在籠子裡面 對 他平常有時候會玩殺 我們就是用貓殺給他玩 因為他天性是要挖洞 要拋殺的 OK 可是我們說實在話 你在台灣養狐猛 你怎麼打造出一個完美 讓牠會快樂 會開心的環境 你還是把它關在一個籠子裡面 但我們就是下班的時候 會讓牠放出來 讓牠再玩 因為我們家裡還有另外四隻貓 所以牠其實可以跟貓玩的 牠其實是可以跟任何的毛小孩一起玩 對 只是看其他的毛小孩 願不願意跟牠玩就是了 OK 我比較膚淺 我想問一下養狐猛花了多少錢 其實牠本身是最貴的 以前大概要12萬左右 一隻 對 現在因為開始越來越多人在飼養 價格有稍微低一點變成 現在牠是6萬 現在一隻要6萬 對 當然牠飼養的方式其實跟貓差不多 因為牠可以用貓殺 只是不會埋 然後也可以吃貓的飼料 對 只是牠還要再補充蛋白質 只需要吃麵包蟲跟蔬果這樣子 OK 好 我這麼講 比如說像你們養狐猛的 因為台灣養狐猛應該不多 你們應該有自己所謂的聯誼會 然後平常在討論什麼 各種牠的生活擺態 趴著睡或者是在玩水 或者是我們可能有時候 之後會預約 就是大家約一起出去 遛狐猛 對 帶一個大草原大家一起遛這樣 現在對寵物提供了很多很多的服務 甚至包括牠寵物的人生禮儀 陪牠走完人生最後一段路 所以小偶 你有聽過什麼跟寵物有關的新興行業嗎 毛孩送行者 就是牠的人生最後一段路 對 我以前從事過寵物殯葬業 你從事過寵物殯葬業 對 OK 來 可以跟我們介紹一下程序嗎 他們也要做頭期嗎 其實不用 然後要搖盆 不用 然後要招魂 不用不用 還幫牠跳那個甘蒙 不用 可能還要哭女 笑女等等哭 其實不用 那牠們的程序長什麼樣子 牠跟人很像 但是簡單的非常多 牠其實也是依宗教信仰 可能念聖經 或者是念佛教的經文 對 可能跟牠說說話 然後最後送到火化的時候 就說誰誰誰 要火來了趕快跑 那如果那隻寵物有養小孩 有生小孩 要不要帶牠小孩 在後面一起送 就不用 就不用了 就不用看到這個那麼難過的 最後一層 那有骰工嗎 沒有耶 幫牠超渡 超渡 有 我們每一年都會有 清明法會跟中原普渡 OK 針對毛小孩的 好 來 那小璇 你有聽過什麼新興行業嗎 有 像以狗來說有那種寵物安親班 寵物安親班 寵物安親班 那大家會講說 安親班跟寵物旅館 是類似的嗎 不是 安親班是說 因為狗是一個很需要人陪 然後牠需要有人跟牠互動 是 的一種寵物 那安親班就是說 我只幫你帶去那邊 然後牠也不是就是說 像旅館 就開始寫作業 被舊舊懲罰表 其實某個地方有包含行為訓練這個部分 然後還有一個部分就是 牠會跟其他的狗互動 然後牠們有狗朋友 就像安親班 我們去補習班 可能是我們是來交朋友的 這樣那種感覺 社交的 OK 來 我們問一下 我想你花那麼多錢在寵物身上 你應該聽過更多特殊的 跟寵物相關的新興行業吧 我聽過的是寵物保母 因為剛剛牠沒有講過那些 我聽到的是寵物保母 就是譬如說 好 我今天出國出差 然後我需要一個人來我家幫我的貓 餵牠們吃譬如說藥或是保健品之類的 我就需要有一個人到我家 因為貓比較不喜歡去外面 所以有這樣的寵物保母 就像盜服服務 我覺得這個還蠻多人在做的 可是這不就要把家裡的鑰匙交給牠 對 就跟打掃阿姨一樣的概念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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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